我织的这个前边这唯一这个插兜 这个插兜的织法 实际上我原来织过一个红色的外罩 其中斜兜 也就是把两边的斜兜 给它搁在一起 就是一个唯一的插兜 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兜流的尺寸 我这个兜这儿 就是上面这点 基本上是20公分左右 完了呢 这个斜度呢 16厘米 16公分 这个斜度其实无所谓啊 你自己看 你要是这样高低点都没关系 就是从这个斜度到这儿 织完了大概是 我这应该是12到13公分 但我织完好像是大概是14公分 到这儿 到这儿14公分 这也没事儿其实 完了呢 这个可能有人问我 为什么20公分 什么14公分 问我怎么来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兜啊 我是量了一下 我有一件衣服的那个卫衣的兜 一个呢 是测量一下这个实体的衣服 量出这么一个尺寸 再于呢 我量完这尺寸 根据我这整体衣服的这个帧数 量了量也差不多 我这个你看我测量这20公分吧 我这密度是10公分24帧 我要是20公分 差不多48帧吧 我量了量 我这整个一个前面正好是150帧 150帧 我这20公分呢 大概48帧也就50帧左右 三分之一左右嘛 我觉得也差不多 它的比例也应该差不多 所以我就按着这个来的啊 边上这点呢 这个坡度呢 我是按四行加一针 加了五次 这儿啊 刚开始这儿是四行 然后呢 接着往下走是三行 加一针 加了四次 这儿啊 到底这儿啊呢 就坡度就是大一点 就是两行 加一针 又加了五次 整个是加到这个位置啊 加到这个位置 这点你先别看 这个是应该是我画虚线 应该是在兜的里边这儿啊 到这儿啊 应该是 整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这个插兜 知道前片正中间的时候 这儿还留了50帧啊 50帧作为兜的这个 支这个兜的帧数 其中两边这个边呢 是各7帧 剩下的都是这个下帧 这个下帧的 这个兜的这个 斜度怎么支呢 我这个是 四行 加一针 加了五次 完了三行 加一针 加了四次 完了这儿是两行 加一针 加了五次 这个坡度呢 你根据你自己的线 还有手劲 你一边支 一边看 具体效果怎么样 完了以后再进行调整 也没关系啊 不见得非得按我这个坡度的 这个帧数去支 就你把这个弧度 给它支 稍微漂亮一点 就可以了啊 还有一点 就是我这个边上是 你看在这个边的里边下针这加针 这个加针呢 我就采取在这个针目的边上调起来支的啊 我把这几针调过去 你看一下 就在这个针目的边上 直接把这个调起来支一针就行了 按照这个方法我进行加针的 大家看我这儿可能穿了一根线 一个呢是为了这个 这个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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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呢 我们把前头这个片儿 针完以后呢 我们要从反面把这儿的针数再挑出来 挑出来以后先把里边的这个再支 支跟到这个平行的时候 支到跟这兜平行的时候 完了我们再把这个兜跟这整身儿再合起来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按照后边这个针目这儿给它挑针啊 你看我为什么加一根线 我就是为了挑针的时候方便在这儿 这样一针一针给它挑起来 你这个挑针数就是你这个兜的当时这个针数 我这50针 那我就在这后边挑起50针来啊 支完这个片儿以后呢 你看我已经就把这儿挑出来了 我不留的都50针吗 我正好从这边左到右这个兜口这儿 又挑出50针 这样呢 等于这个毛医师的维度呢 又都有了 这个维度支到跟这个前头兜片差不多的时候 差一行左右吧 完了以后这样呢 就跟里边那个兜片呢 就这样再重叠 再一块儿